刚才在新闻当中看到的画面 都是摄影记者辛苦捕捉到的 而这一群几乎不曾在镜头前面露脸的新闻记者 现在第一次成为纪录片的主角 面对镜头述说他们对新闻幕后的观察 贬家逼案发生后 特征主前总是坐着一排记者 有时候哭等了一整天 只拍到一个五秒钟不到的约谈画面 电视新闻里也常看到 摄影记者人手一台重大近十公斤的摄影机 冲锋陷阵 就是要抢到最好角度的画面 前东森摄影记者李慧人 在两年前离开了十多年的新闻工作 这次把镜头对准了摄影同业 要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摄影记者笑称自己是扛着锄头的高级工人 对观众来讲 对电视新闻产制不是那么了解 他可以透过这个片子了解更多的新闻产制过程 也许荒谬 也许他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得已 看到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 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倒是给大家观众可以去思考 片中的主角有采访过白小燕暗五常街枪战 华航大员空难的资深摄影小蒋 可是小蒋后来却决定移民加拿大 还有新闻系毕业后对新闻充满热忱的小料 这一两年竟然也开始跑起电视台的业务新闻 还有刚入行五年的立强 觉得记者工作不是长久之计 积极准备消防特考 我常用所谓的快递员来形容摄影记者 因为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匆忙到某个地方 然后就赶快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做采访 画面本身是应该是有自主性的 或是画面它应该是有故事的 那在这种工作环境之下 我们的摄影记者的自主性相对于其他的工作的类型 比如说文字记者比起来它是更低更小的 这部台湾第一次以电视台摄影记者为主体的纪录片 睁开左眼 不仅有四位摄影记者的故事 也是导演对新闻摄影工作 对生命价值的反思 更是所有台湾电视新闻摄影记者的心声 记者陈淑峻林国皇台北报导